你约朋友和长辈约朋友 喂 约密室啊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明天晚上吧 行 喂 老刘啊 啊 怎么了 大家话 没什么事 今晚约你出来溜达溜达 你干什么呢 啊 我收拾家呢 都一个礼拜没收拾了 一层灰 哎 你说我对象啊 我就跟他说别买白桌子 不好擦 它非买 啊 你刚才说要睡溜达啊 啊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啊 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妈呀 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明天 哎呀 明天不行 你知道怎么回事 明天我大姑姐开在饭店呢 开业 我得去吃顿饭 妈呀 你大姑姐开饭店了呀 现在开饭店买了能好吗 谁知道呢 你猜怎么回事 前段时间我大姑姐 不是跟服装厂 孙国富小舅子说对象了吗 我根本跟你说过 你说过 我跟你说过啊 完事呢 孙国富的亲家 他家开饭店买卖挺好 我大姑姐这不是知道了吗 他就觉得他自己也能开饭店 就这么回事 妈呀 咱不知道 眼儿无量手朵 想一出是一出 就我对象他们子门几个呀 都一个味 都一个味 像我老公公了 你大姑姐和孙国富小舅子结婚了吗 没戒 光处着的 那这个店算你大姑姐自己的 还是算他们两个人的 反正现在是算我大姑姐的 以后谁知道呢 我大姑姐这次开店呢 跟我家借了三万 跟我小叔家借了两万 我上次我还是说的 我说 你现在跟李强这么处 李强就是那个孙国富小舅子 我知道 我说你现在就跟李强这么处 你开个店他一分钱不拿 以后你俩一旦结婚了 你俩这个店还算夫妻共同财产呗 你说你一辈子辛辛苦苦苦 打那么两个钱 这不便宜别人了吗 你说我说这话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对 你猜我大姑姐怎么样 来气了 行 我说话不好听 我不是为了他好吗 他这辈子吃亏吃的还少 我大姑姐 现在我也不管 反正他还是自己的事 怎么样怎么样随便 你刚才说出去溜达是吧 要不后天 后天哪 不行 你猜怎么着 后天我婆婆过生日 提起之事我就来气 怎么来气了 你听我跟你讲吗 前几天我婆婆不是在我这住吗 有天我小就叫 小姐 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